口吐莲花可以说是观众们最期待的一个相声节目 因为大家想看看后台的同行会给准备什么水 是各种佐料混合在一起 还是各种饮料混合在一起 2月16日 德云社张九龄郎浩晨在广德楼小剧场为观众带来了口吐莲花 而在等待中观众看到副总阮云平登台 送上来一杯刚烧开的热水 看到那杯冒着热气的水 不少网友直呼这可真是亲队长啊 真能霍霍自家队员 对此也有不少网友调侃副总这是帮着搭档互毒子吗 要知道郎浩晨是高峰老师的爱徒 郎浩晨毕业于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 由于是戏曲学校课班出身 郎浩晨相声基本功扎实 其台风文件表演风格潇洒大气 说起传统段子来和师傅高峰颇有几分相似 而高峰对这位大弟子也是比较器重 时常私下点拨 而郎浩晨也没有辜负师傅高峰的期望 在2019年 郎浩晨曾随德云社其他师兄弟 到欢乐喜剧人第五季中助阵张赫伦 在人群中的郎浩晨 吸引了不少德云女孩的目光 在去年3月份 21岁的郎浩晨与搭档张九龄 在长春举办了个人汇报演出小专场 相声事业算是小有成就 而且郎浩晨的劝善歌唱起来 有板有眼 曲调悠扬 嗓音清澈又不失词性 颇有点得了高峰真传的意思 而这次表演口吐莲花 郎浩晨作为捧根要充当罗 估计台下的高峰老师看着心疼了 才让搭档送上一杯刚烧开的热水 当然也有网友表示 副总这是再坏郎浩晨 因为口吐莲花的最后 就是喝下杯子中的水 然后要么咽下去 要么喷在搭档脸上 只有如此节目才算完成 从视频中郎浩晨的神情 也可以看出 这杯水属实有点烫人 也不得不说他们的队长 鸾云平属实有点损 不得不说 鸾副总这一年来变化真是大 自从德云斗孝社第一季 岳云鹏给鸾云平提意见之后 鸾云平的转变非常明显 给大家一种平易近人的感觉 特别是与师兄弟的关系 更加和睦 很多来德云社比较晚的演员 也都不再惧怕鸾云平了 更多的是与之互动 特别是张九龄张九南 挑战副总权威的时候 鸾云平的回应 属实吸引了不少网友的关注 直呼这样的潘潘也太可爱了 大家喜欢的潘潘 打开 之前的潘潘也太可爱了